外面敌人可怕还是里面内部敌人 你说呢 虽然没有明确回答 但预期中充满了无奈 复联会会员大会面临关键一战 主委雷茜请来重量级大咖站台争取支持 我会发送过去由顾原主委亲自签名 我们发给内政部同意协商行政和解的公文 今天是什么年代了 我们还要割地赔款又为奴 拒签我们现在的这种不易的行政契约 内部意见分歧 一派要求不能妥协 另一派强调如果拒签行政契约 将面对行政调查与处分 然而主张派打算趁胜追击 传出可能在会员大会上临时提案 直接拔除主委累欠职务 如果要做这件事情 也要考虑内政部曾经告诉我们过的后果 就是他们可以撤全部的常委会 直接派人来直接指派人来接管 我们没有认罪我们是死中求活 我们今天即使捐出九成资产 我们仍然转型成功之后 位在台湾前五大基金会 所以我们有光明的未来 组合派如临大敌甚至传出鹰派握游 与内政部谈判时的录音党 将成为未来打官司的关键筹码 裁决意要奋战到底 究竟是否签约也形成拉锯战 环宇新闻哥黄明林继祥 蔡继琳 陈怡荣 台北报道